见到您本人比您资料的图片上 看起来更高 显得对啊 还黑一点 显得更像黑铁塔一般 往我身边一站 但首先您一站到台上 吸引我们目光的是您身上的 这身帅气的制服 对 但其实您不是部队的 您是当时从部队退伍之后 退伍以后从事的这个工作 从事这个行业 但是我们一直和部队打交道 我们就是做军用产品 做军用产品 那您这身制服 是不是也是充满了黑科技 一个这身制服呢 它是一个跳伞的防寒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出汗了 它可以排出来 但是外界的气流呢 又吹不进来 能保温 然后后面还有这个 方便的地方 对 这身后是个 这屁帘可以上车手 人用化设计 所以这就跟宇航员上了太空 包括飞行员在座舱里 他们有很多这种人性化的设计 人性化设计 对 没错 都是实际上就是从人的 本身的角度出发 比如说您要是试跳的话 您主要是要测试这个伞的什么 哪些方面的数据和功能 一个是伞的使用的方便 安全 舒适性 这要测试 舒适性 比如说你背在身上很杠人 开伞过程中 对你的冲击力分布不均匀 然后你背带要简单 最后一分钟之内 把这个伞背好 连背个降落伞 你背个十分钟一个小时 一物战机了就 然后就是实验开伞的程序 似乎是一步一步地开 第三个就是设定伞的超重性 空中伞能不能有水平速度 能不能转弯下降速度会不会超 最后就是在各种环境下 去验证它 能不能适应各种环境 比如说高 低 重 极度寒冷 极度炎热是吧 对 高寒 高空 高原 水上 夜间等等一系列的 只要是闪的极限 但我们都需要实验 验证完了把指标拿到以后 才能把这个产品定型 交给部队使用